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在南非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评与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在非洲起播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三次专题学习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纸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 8月28号至9月1号在北京举行 赵乐际同塔吉科斯坦议会上院议长举行会访 各地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灾祸重建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 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 8月21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 应南非共和国总统拉玛福萨邀请 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 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在南非期间 习近平还将同拉玛福萨一道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本台消息 8月21号 在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 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南非星报 开普时报 水星报和南非独立媒体网站发表题为 让中南友好合作的巨轮扬帆远航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指出 中南两国友好情义亲如兄弟 友谊跨越时间长河和山海阻隔 建交25年来 中南关系实现从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跨越式发展 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具活力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南关系已经步入黄金时代 前景光明 未来可期 我期待通过这次访问同拉玛福萨总统一道 播化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 中南要做志同道合的同行者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坚定支持对方自主探索 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南要做团结合作的引领者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做大做强合作 让发展成果更多汇集两国人民 中南要做中非友好的传承者 让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在中国和非洲的广袤大地上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中南要做共同利益的捍卫者 当今世界需要的是和平 不是冲突 渴望的是协作 不是对抗 中南作为全球南方天然成员 更要团结一致 共同呼吁扩大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共同反对单边制裁和小院高墙 携手维护我们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指出 我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这是金砖峰会第三次走进非洲 南非加入金砖12年来 为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金砖合作成色更足 影响更大 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扣开金砖之门 参与金砖合作 充分展现金砖合作机制的 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 中方愿同金砖伙伴一道 秉持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 发扬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 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引领金砖合作机制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发出更加响亮的金砖之声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我提出真实清城 对非政策理念十周年 十年来 中非双方在构建新时代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 携手同行 面对百年变局 中非关系行得稳 中非合作搞得好 全球发展就有更多新动能 世界就有更多稳定性 我愿同非洲领导人一道 推动更多积极 有效 可持续的发展举措 在非洲落地 助力非洲实现经济一体化 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中方将继续推动 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 在今年取得实质性进展 期待非洲国家和非盟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强调 展望中南关系下一个二十五年 双方友好合作的巨轮 将扬帆远横 构建新时代 中非命运共同体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 必将取得更大成就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 《评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 英语 法语 阿拉伯语 豪萨语 斯瓦西里语等多语种版本 当地时间8月20号 在非洲起播 评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 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 重要讲话文章 谈话中所引用的 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 生动展现习近平主席 广播厚重的文化底蕴 和人民至上 家国天下的深厚情怀 提炼阐采示 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 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 为非洲朋友了解习近平 治国理政思想 打开一扇窗 可以更好读懂中国文化 中国智慧 中国精神 深入感知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感悟可信 可爱 可敬的 新时代中国 节目从即日起 在38个非洲国家的 62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金庄国家领导人 第15次会晤期间 评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 印第语 泰米尔语版本 也将在印度主流媒体播出 南非非国大副主席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来 南非国民议会副议长 策诺利等非洲多国政要 媒体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表示 评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 在非洲落地播出 为推动构建新时代 中非命运共同体 注入新活力 增添新动能 节目播出后 在南非 肯尼亚等多个非洲国家 引发热烈反响 这个节目太好了 节目中展现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更深入地理解习近平主席 理念中的中华文明内涵 我们了解习近平主席 使用过的这些经典名言 对非洲关系非常有帮助 特别是有助于非洲了解中国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这是做所有的事情 都得遵循的道理 在我看来 这个节目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观众 都很有意义 多余种版的节目 能够让其他国家观众 也可以了解习近平主席的智慧和见解 包括如何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如何促进人类和谐相处 如何促进文明交流互建 8月21号下午 国务院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题 进行第三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专题学习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做了讲解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张国清 刘国忠做交流发言 李强在听取讲座和交流发言后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引领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 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更好助力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赋能高质量发展 李强指出 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 海量数据资源 丰富应用场景等多重优势 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空间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发挥优势成事而上 着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要加强跨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 提高常态化监管水平 特别是增强监管的可预期性 持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贯彻实施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并落实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 国务院对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 主要包括修改道路运输条例 国际海运条例等七步行政法规 修改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 发票管理办法等四步行政法规 修改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修改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修改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废止产品质量监督事行办法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委员长会议 二十一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8月28号至9月1号 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 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 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公司法修订草案 增值税法草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学前教育法草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学位法草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 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 和澳门职业律师 取得内地职业资质 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期限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厄瓜多尔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议程还有 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财政转移支付情况的报告 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2023年上半年 经济形势分析会的情况报告 审议通过了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终止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的报告 听取了关于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 听取和审议国务院 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制度的汇报 审议了2023年上半年 全国人大信访工作情况报告 审议通过了全国人大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等 委员长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 就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 做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 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就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有关议题等 做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1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同塔吉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鲁斯塔姆 埃莫玛丽举行会谈 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的战略引领下 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今年五月 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推动构建世代友好 休期与共 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 为中塔关系发展 破坏了新的宏伟蓝图 中方愿同塔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加强战略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 增进民心相通 维护共同安全 推进国际协作 赵乐际说 中方感谢塔方长期以来 在台湾 涉江 涉港 人权 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始终给予坚定支持 将一如既往支持塔方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塔共建一带一路 硕果累累 希望深化经贸投资 互联互通等传统领域合作 开辟数字经济等创新领域合作 促进地方合作 夯实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 深化打击三股势力 及毒品犯罪等领域合作 共同防范域外势力 渗透干涉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赵乐际表示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议会 立足自身职能职责 加强各层级交流 深化立法监督等领域合作 为双边关系发展 提供坚实法律保障 鲁斯塔姆表示 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两国木林友好和互利合作 提供了广阔空间 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塔议会愿加强 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流 为推动构建塔中命运共同体 不懈努力 会谈后 赵乐际与鲁斯塔姆 共同签署了 中国全国人大与塔议会上院合作协议 并见证有关领域合作协议签署 张庆伟参加 点日来 各地和有关部门 落实落细各项措施 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今天下午 受洪涝灾害影响封闭的 京港澳高速桌周段 进京出京方向 全面恢复通车 加强受灾地区的信贷支持 昨天 桌州灾后重建金融服务中心挂牌 20家银行金融机构和受灾企业进行对接 在利息减免 额度提升 审批流程减半等方面 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北京 加快推进学校等公共设施 恢复重建 截至目前 房山区受灾学校清淤消杀及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均已完成 为保证如期开学 152所学校应急抢修类工程已启动施工 在天津武清区 随着永定河泛区洪水逐渐消退 当地迅速启动灾毁房屋受损登记及安全鉴定工作 我们将针对隐患部位进行维修加固 进行翻键 后续持续做好动态监测 一旦发现安全隐患 立刻组织技术力量进行核查 及时消除隐患 做好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工作 黑龙江省卫健疾控等部门组成工作组 重点监测受灾地区的饮用水和食品安全等 并推进环境卫生清理与消毒工作 预计到8月23号 受灾地区大部分村屯 消杀工作将完成 今天吉林省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 在受洪水影响的书兰市金马镇中心小学 全校教职工提前返岗 打扫校园 重整环境 保障学生们如期开学 为加强精准预警 辽宁省水文部门对洪水中受损的 56座水文监测站的雷达水位计 探头等重要设施进行抢修调试 日前财政部水利部再次预拨5亿元 国家旭制红区补偿资金 支持天津河北对国家旭制红区运用期间 群众的农作物专业养殖等水毁损失 予以补偿 秋凉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 眼下各受灾区正在分作物 分灾情 分类失策 抓好农业生产恢复 力夺秋凉丰收 在黑龙江省 洪涝灾害发生后 全省组建9个受灾重点县市区指导组 和5个病虫害防控专家指导组 下沉救灾一线 结合农作物受灾程度 科学指导农民采取措施 这里是黑龙江省武昌市民义乡的 万亩水稻种植基地 这里的农田在前不久遭受到了洪涝灾害 为了让受灾地块里的水稻加速灌浆 增加力重 种植户们正在逐个地块地实施喷房作业 尽最大可能地把损失降到最低 受强强与影响 河北景形县部分农田绝收 当地农业部门为17个受灾乡镇 免费提供500斤白菜种子 550斤萝卜种子和农药 并邀请省市农技专家讲解播种药令 连续几个月的高温干旱天气 给甘肃的农业生产带来不小压力 在永昌县为稳定27.6万亩玉米 11万亩马铃薯等秋凉作物的产量 当地紧急启用了300多口积井 用于农田灌溉 我现在是在甘肃城永昌县 当地在保证生活用水的情况下 最大程度的钓配水源对马铃薯进行浇灌 原来泛黄的叶子都已经反清 为应对新一轮强降雨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压紧压实责任 持续加厉抓好各项防灾减灾措施落实 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 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据海关统计 今年前七个月 我国对其他金庄国家进出口 2.38万亿元 同比增长19.1% 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0.1% 提升1.6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1.23万亿元 增长23.9% 进口1.15万亿元 增长14.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 今天在京召开 治理电视套娃收费 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 会议要求 在前期充分调研摸清笔数的基础上 制定专项实施方案 今年年底前 开展试点工作和专项整治 聚焦解决收费包多 收费主体多 收费不透明问题 电视套娃收费现象 得到明显改观 大力改善用户开机看电视的体验 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IPTV 开机及看直播电视频道 财政部今天公布数据显示 1至7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9,334亿元 同比增长11.5% 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从支出看 继续保持必要支出强度 1至7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1623亿元 同比增长3.3% 重点支出得到保障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7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667.1亿元人民币 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968.5亿元人民币 增速保持稳定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8%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25.3% 今天1时45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高分12号04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该卫星主要用于国土普查 城市规划 土地确权 路网设计 农作物孤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今天 位于四川八中的中国石化八中气田 勘探再获突破 首期提交探明地质储量305.5亿立方米 探明含气面积超81万平方米 储层有效厚度达29米 标志着我国西南地区再添百亿储量新气田 今天杭州亚运会亚财运会的487名颁奖礼仪和256名升旗手完成培训 本次集训涉及基础仪态 技术细节 赛事应急等方面 下一步 他们将进入各亚运竞赛场馆开展演练测试 南非籍多国人士表示 期待聆听习近平主席 关于加强金砖合作 推动中南关系发展 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主张 毫无疑问 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是一大亮点 习主席的愿景道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心声 中国就像推动金砖机制转动的齿轮 中国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 克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援手 中国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国家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约翰内斯堡桑顿会议中心 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这次会晤是在全球面临重大挑战的 非常关键的时刻举行的 世界期待着金砖国家领导人 带来积极的消息 我认为这次会晤将展示有益与合作 表明金砖国家能够以积极包容的方式 应对全球挑战 金砖五国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经济体量大 中国积极推动 坚定支持金砖合作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带来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尊重 也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发言权 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制一 中国积极推动金砖合作 金砖合作机制潜力巨大 越来越多的国家申请加入 我们认为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必将实现互利共赢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理念和一系列抗议 致力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 对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全球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积极分享自己的发展理念 这对推动南南合作 以及全球经济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非洲关系远远流长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多年来非洲合作与友谊的硕果 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倡议 给非洲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2023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 第六届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和人文交流系列活动 日前在南非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与会嘉宾表示 期待金砖成员国通过加强人文交流合作 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金砖智慧和力量 中南双方还举办了南非金砖电视台 电视中国剧场开播仪式 南非中国电影节等活动 当地时间8月20号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非洲广播联盟 以及南非广播公司等多个非洲国家主流媒体机构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签署合作协议 总台将与非洲媒体伙伴在内容共创共享 技术创新研发 人员培训交流 产业拓展等方面加强合作 促进中非文明互建民心相通 美国夏威夷州毛衣岛大火发生已经近两周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 救援人员目前搜寻了约85%的受影响地区 剩下15%区域的搜寻工作可能耗时数周 目前仍有上千人失联 夏威夷州州长格林当天称 一些死者的遗体可能永远无法找到 毛衣岛居民表示 遗体辨认工作也进展缓慢 这一切让他们备受煎熬 很多失联者还没找到 我有一个亲戚在火灾中丧生 他们找到了遗体 但那不是遗体 是灰烬 而且你知道吗 在火灾期间根本没有水 水被关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保护我们的房子 为什么他们把水关掉 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给了其他国家很多钱 给我们的却是那么少 救援人员可能会发现更多的遗体 我们感到绝望和无助 因为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 俄防空系统在俄别尔哥罗德州上空 击落两架乌克兰无人机 今天俄方称再击落一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方面20号称 荷兰和丹麦同意向乌方提供F16战机 俄方此前表示 乌克兰境内出现能够携带核武器的F16战机 将被俄方视为来自西方的核威胁 20号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据匈牙利外长西安尔多介绍 双方就加深双边关系 地区安全局势 能源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西安尔多说 土耳其在匈牙利的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向匈牙利输送的天然气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土耳其锡天然气管道 未来两国能源合作将进入新的阶段 据朝鲜媒体今天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视察朝鲜人民军海军东海舰队下属水面舰艇部队 了解战备等情况 并观摩了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 金正恩要求朝海军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 并不断提高实战能力 与加拿大相邻的美国华盛顿州近日发生多处大型临火 截战20号 大火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近200栋建筑损毁 据美国媒体报道 多处火点处于失控状态 部分地区公路交通中断 华盛顿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